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陈老板丢失的财产金额巨大 为了弄清事件细节 警方让陈老板仔细讲述一下丢钱的经过 我先生发现四万块钱不在 然后四万块钱不在了 我一找的那个口就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看那个车那个中心那个有个箱 然后一看那个钱不见了 四万块钱 不见不见了 然后我一看一号响起来 那个口上的小口是一百二十五万 那一盏考 那一盏考 你不见了 哎呀 我就是不对嘛 这个 那天一直从中午就找到销 一直找不到 找不到以后呢 我就到银行去 银行去 满怀希望的陈老板 兴冲冲赶往银行 可查询的结果却如雷轰笔 那个就是转载了吗 转载了 被人家转载了 放在自己车上的四万元现金 不翼而飞 而且连银行卡里的一百二十五万 也被转走了 这下陈老板可慌了神 虽然陈老板在当地收入不菲 家境殷实 可一夜之间损失这么大 对于陈老板来说 还是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因为卡不载掉 然后车上的现金也不载掉 当时还在这里显示 是不是是道歉 还是其他怎么一回事情 当时我就在分析 可到了现场 警方发现 这辆丢了钱的车 没有任何被盗过的痕迹 因为他说的那个就是 钱放在车上 然后车也没 玻璃也没被砸过 什么的 然后就是车一直是自己 是他自己开的 所以这种情况 就是一般 当时想过 当时感觉也不太像 这个道歉 陈老板的车完好无损 没有被砸和被撬过的痕迹 警方怎么看也看不出 钱会是被人 从这辆车上偷走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他银行的卡 那个钱就是 因为是转到另外一个人的卡上去 然后他卡是有密码 这些的 如果要是不 他不自己 去转还是怎么 那一般人还难转走的 为了弄清情况 警方再次让陈老板回忆了 他发现巨款丢失以前 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赵梅呢 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 因为以前呢 就说我们也认识 那么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 他说 他们要做那个交的那个生意 那天约他去吃火锅 然后 当时他吃到之后呢 就是有三个男的和一个女的 在那里 陈老板回忆说 饭桌上的几个人 是要与他谈谈交叹生意 他们一起吃火锅 吃好了之后呢 然后他送的 送的那个女的 还有男的 去什么地方 他都记不到了 也就在这顿饭之后 第三天 陈老板发现 钱没了 他到九月十七号那天 也就是打电话给我那天 他就发现 他就 他车上饭的四万块现金不在 从陈老板回忆的情况来看 发现丢钱在饭后三天 应该与吃饭的人关系不大 可饭后三天的事情 陈老板又回忆不起来了 我们当时就帮着他分析 就回忆一下 就是说 是不是跟什么有人 有什么经济上的什么来往 什么债务上的关系 这些 他都说没有 陈老板这样的说辞 让受理此案的福警官很为难 我们确定不了到底是属于自己丢掉呢 还是属于就是说被盗掉 或者是是怎么的一回事情 所以确定不了 然后是什么性质的案件也 是不是案件是什么性质的案件都不好说 所以我们当时也 这个案肯定立不了案 这种情况 钱丢了 可什么情况都提供不出来 那陈老板会不会是在报假案 但是他就是说他想不起来 记不起来这个是怎么一回事情 但是就是说 我有到这个银行里面去看 就是当时这个转款上是不是 出于对报案人的负责和职业敏感 福警官决定去银行把事情弄清楚 到银行里面去 可以去抽查一下 去调查一下 看一下这个钱到底是去哪里了 去什么地方了 然后转到什么地方起 这个应该就可以清楚 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了 因为一般就是公民来报案 我们肯定是要受理的 这一调查还真有了答案 钱居然是陈老板自己转责的 这可出乎了所有人的预历 当时我问他 我说我那个钱呢 这个是不借了 他们说 哎那个钱呢 好像是你昨天 昨天过来一起转给人家的 啊 我说不是见过的啊 这个事 陈老板报案丢了钱 而转账的人居然就是他自己 可他却说不知道 你这个钱转账吧 你看你签着字 啊 那我说不可思议这个东西 是另有隐情 还是日盖迷章 三天前的饭食 似乎内藏蹊跷 他就让他仔细地想一下 就是吃饭那天 到底是哪几个 哪几个人 百万圈套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我一动我们就可以 就根据这个 就是他这个银行卡这个钱 钱被转掉这个事情 我们就到银行里面去查 从这条线索开始入手了 从银行提供的转账单据上看 钱是陈老板自己转账的 还有他自己的签字 他们把那个拿过来 一看那时候 你这个钱转账吧 你看你签的字 啊 那我说不可思议这个东西 而且从银行的监控录像看 当天转账的人就是陈老板 我们以弃银行查 一个是弃银行查账 另外一个就是调起当时 他的这个转账的一个监控录像 然后通过调起这个监控录像之后呢 就看到当时这个钱 是他自己本人转给另外那个人的 而且还是他签字的 你老师 转一百二十五万是吗 哎 转一百二十五万 对对对 他自己是我签的 然后呢就是签了 就是那个签 反正签转载了 转载以后呢就是说 到底转给这个人以后做什么 我也不清楚就是啊 问你书密码了没有 这个事情就是当时感觉就是 就是挺挺欺俏的 就是看着他那个表情也很正常 然后他是他自己签字转钱的 但是他又说不清楚 转转个是转个谁 是因为什么转的 就感觉就是这个事情比较奇怪 自己报案丢了钱 结果发现钱是自己转走的 中间的过程还声称自己不记得 陈老板这个钱丢的有学问 特别是就是那个 我们调起那个监 当时银行的监控路线 然后他转钱给那个叫张熊那个人 然后当时就就问他说 这个人是谁 他都说他不知道 我们就问不知道怎么会转钱给人家呢 他说他什么也想不起来 他说他确实不认识这个人 以前从来没见过 你好 这个 从陈老板当时的状态看 他甚至清楚 行为正常 不应该什么都不记得 那他的证词 就应该是在撒谎 可他到底向警方 隐瞒了什么呢 一开始他来办案丢钱 就是说 然后钱就是他自己转的 他是想 因为他也是做生意的 可能是什么经济上的 债务上的转过去 可如果仅仅是债务问题 那这笔百万巨款之后的走向 让警方就觉得有些不对了 就是信成这个 就是9月14号那天呢 就在这个迷勒的中国银行 转了125万到这个 叫张熊的这个人的卡上 然后呢 当天他们当时转是上午去转的 到了下午呢 张熊卡上的125万呢 又分别转个另外的四个人 然后每个人呢 就转20多万 125万的巨款 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 就被几乎平均分成了五份 转到了五个人的名下 如果是债务关系 陈老板为什么向五个人 借同样数额的钱 这似乎不合逻辑 我们也通过银行呢 就要确定了这四人的身份 但是显得这个 应该不像就像报案人所说的呢 是丢失啊 还是怎么的 应该 但是显得应该可能 另有原因吧 到此为止 警方可以肯定 陈老板的钱不是被盗的 可为什么陈老板要报案 而钱为什么又转到了这五个人名下 陈老板却说不清楚 因为报案人就是 他说不清 具体的这个 就是 他做些什么事情 特别是这个钱是转到什么地方 转给谁 是为什么转的 他都说不清楚 民警有此怀疑 陈老板很可能是在发谎 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当时我们分析呢 就是说 一个可能就是 他有什么把柄啊 被人家泥住 然后人家敲诈 勒索之类的事情 可从警方调取的银行监控看 陈老板情绪 行为都很正常 就看到是他在那里转款 而且感觉 那个神情什么的 当时就是 感觉也很正常的 也没什么就是说 就像被人家 逼迫啊 或者怎么那种 感觉很自然的 或者看着那个画面就是 然后就撞 把他那个钱就转到另外一个 某人的一个 一个卡上了 回想整个事件 难道陈老板真的是无理取闹 和警察开了个玩笑 感觉是一种 侦察的一种敏锐性吧 就感觉这个事情 肯定是有问题的 这个事件应该另有隐情 可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陈老板想不起来那些事情了 这份不合逻辑的转账记录 又代表了什么呢 就在此时 那另外的四个转账人的名字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福警官突然想起 在陈老板反映的 案发前三天的那场饭局中 好像提到过 这个叫赵敏的人 赵敏呢 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 因为以前呢 就说我们也认识 我过来一个羊热馆里边吃羊热 那我说 你那个焦丁是怎么说 他说 他那个朋友上来了 他说 他那个焦丁是要卖到何凯 从何凯要卖到耶纳去 然后呢我就下来 下来一天 他们已经摆好了 那个酒也倒好了 他就让他仔细地想一下 就是吃饭那天 到底是哪几个 哪几个人 然后他就说 就是那个 我们给他看照片那个 就是赵敏那个在 然后他另外还有个叫胖胖的 就是 他就说就是 那个 我们调起的其中另外一个 叫王红斌的那个人也在场的 而且陈老板反映给警方的吃饭人数 也与转账人数一致 那天约他去吃火锅 然后 但是他去到之后呢 就是有三个男的和一个女的 因为转型转到那个 越纳的卡上之后 然后我们就调查 这个越纳的社会关系继续 然后最后就 就查 就查到说 越纳的女朋友 就是叫小爱才这个 小名叫小爱才这个 这个人 然后就联系 联系琴 就是他开始一棒 说的就是 在此吃饭的 有一个叫小爱才的 这个女的 然后就说 应该这个女的 跟这个案件 也是有关系的 经过辨认 事发前和陈老板 以谈生意为名 一起吃饭的人 就是从张雄那里 转账的 这三男一女 我谈了一个 他们不在行 然后我就问他们价格 他们说六八八一等 可是那个时候 也没就卖七百块钱一等 那个焦炭怎么卖六百块 我说 这个是极对不可能的 我说算了 算了 那个不要谈了 我说 那不要谈 那就吃饭了 吃饭呢 本来平常我是不复觉的 他们说 要今天多少喝一点 那就喝了那一点酒 从言语间 陈老板发现 约他出来谈生意的 这伙人都是外行 他们的用意 似乎只是为了吃顿饭 可在警方眼中 这顿饭和那百万巨款 串联在一起 似乎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 查到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想的 这个应该不简简单的 就是丢钱 应该可能是一个 一个案件 应该说可以说是 饭无好饭 局无好局 饭局与巨款 到底是什么关系 问到底是为什么 是怎么一回事情 怎么钱会转到他们 卡上 三男一女都不知去向 唯有找到张雄 才能了解事实真相 张雄大概是一个 一天走一点 我记住个电话 百万圈套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陈老板发现巨款丢失前三天 与并不认识的三男一女吃饭 之后 丢失的巨款 就被张雄 分到了这四人的名下 这肯定不是巧合 既然陈老板 说不出自己的钱 是怎么没的 那么这四个人和张雄 一定知道其中原因 可当警方要找他们问话时 却发现根本找不到他们 因为这些人呢 他是机无定所 首先就是 另外就是也 无什么正当的职业 梁然 王鸿斌 赵敏 还有小爱才 这四个人 警方根本就找不到 他们的踪迹 因为那些人都是 是机无定所的 经常 基本不在家里面 而且 他们有两三个 还是离了婚的 就是 就整天在外面 社会上飘荡着那种人 而接受陈老板 一百二十五万转账的张雄 却很快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张雄这个人呢 就当时通过我们去调查 去了解 然后 那 反应下来的情况呢 就是说 这个人呢 平时还是 表现还是可以 就是挺老实的 挺老实的 也不像另外那四个人 感觉说 然后他牵扯到这个案件里面来呢 就是 当时就感觉也是有点 比较欺巧 比较 有点微妙 因为到目前为止 警方还不能判定 陈老板丢钱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 所以 为了不打草惊蛇 警方先对张雄进行了外围调查 感觉就是说 这个张雄跟这个另外四个人 他也不是太熟悉 然后也不经常联系 然后为什么就是说 他会转钱跟另外四个人呢 就是 但是感觉也很奇怪了 就 就很想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到底这个是什么性质的一个案件 还是是不是案件 就是 但是 确实是我们都很想知道这个答案 连当事人自己都说不清的案件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警方最后决定 找来张雄问个清楚 当时就问他说 这个钱 为什么姓陈这个会转120万大 你卡上 然后他就说是生意上的来往 因为前妻对张雄有了充分的了解 警方知道他在说话 其实他跟这个姓陈这个根本不可能对等的 就是他也没做什么大的生意啊 不可能有一百多万的经济上的这种来往的 平时嘛 就是 公司的行政事业公司的三上班 开开单单教室运开车之内的这些 那是最近这一两年嘛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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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情走 就是在教里面 然后我们又问他就说 跟他不是转了钱到另外四个人的卡上吗 又问他跟那四个人 他说他跟那四个人也不熟 然后就为什么要转钱到那个卡上 他也说不清楚 到底是什么 他也说不清楚 张雄的说辞漏洞百出 在几番较量之后 张雄终于把9月13日陈老板与那三男一女吃完饭后 声称自己记不起来的那些事情讲了出来 张雄终于把9月13日陈老板与那两个人打电话 把9月13日陈老板与那两个人打电话 而参与这个资漏洞百出品的资漏洞百出品 而参与这个资漏洞百出品的资漏洞百出品 每一个资漏洞百出品的资漏洞百出品的资漏洞百出品 而是给输钱的一方放债 有了放水人 赌博的时间就会无限延长 赌局也就不会因为某个人 随身所带的钱输完而停止 而陈老板的钱就是这样 在一夜之间输掉的 在一夜之间输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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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会帮你来了今天 我们说那来 朝你们的头上吗 送一送吗 我去洗钱钱带给你们 我们明天 我去洗钱带给你们 我们去洗钱带 我们去洗钱带 当天输完了随身带的四万现金后 陈老板又欠了一百二十五万的赌债 这就是第二天 他在银行给张雄转账的真正原因 而张雄之后的行为 最终让警方确定 这是一场赌博骗局 赌博有数有赢 而赌局的参与者都分到了几乎同样的钱 那就可以证明他们在合伙骗钱 那这个时候 应该说这个 应该就可以确定就是 这是一个诈骗案 那警方之前要寻找的三男一女 也就不是要他们来了解情况那么简单 他们现在的身份是 涉嫌赌博诈骗 犯罪嫌疑人 是什么样的一个赌局 让陈老板收了钱还要装糊涂了 然后打着打着你收钱收多了 他们事先都是商量好了 这些东西策货好的 机密赌博骗局 简单技巧却迷惑了被害人的双眼 感觉是哇 那个他们是骗人啊 所以当时就没发现 就是不知道 就以为是打牌收掉了 百万圈套 片网栏目正在播出 经过了二十天的蹲守后 四名嫌疑人梁然 王洪斌 赵敏 小爱才 真名黛玉 终于成功落榜 通过审讯 案件的真相慢慢浮出了水面 他们一般就是要行定目标 就是说比较你比较有钱 有经济实力就是有几百万至少是 然后有比较有钱了 然后他就想办法去接近你 接近你的之后就是说 约你去吃饭啊唱歌啊 到最后就说走走去一起去喝茶啊打牌啊 然后一开开玩的想 然后就一步一步的 然后打着打着你收钱收多了 他们事先都是商量好了这些东西策货好的 为了万无一时 参与社局的这些人都有明确的分工 他们就是谁负责要远人 然后谁负责发牌打牌的过程中 谁负责发牌 谁负责作假就是换牌啊这些 偷牌换牌这些 他们在事前都是有经过精心的策划密谋的 此时民警才明白 陈老板因为输了钱损失太大才报答案 他又怕自己参与赌博犯法 才会在报案时说自己忘记了丢钱的过程 可能对这个赌博他一了解 首先他可能最少他知道他是违法的 这个是第一个他不敢帮 第二个呢他不知道自己是被那些人在利用 在受骗 虽然陈老板说了谎隐瞒自己参与赌博的情景 但还是为警方破案 提供了信索 而经过警方的延伸调查 发现受骗的还不止陈老板一个人 可当警方去找那些受骗的老板去核实情况的时候 这些人才意识到自己上班 一开始说的时候他他确实就是感觉是 哇那个他们是骗人啊 所以当时就没发现就是不知道 就以为是打牌收掉了 就这样的 虽然受了骗 可谢老板知道警察来之前 还一直以为是自己手气不好输的钱 如果说是你好一点他们就丢掉 你就吃不到什么 但是他要夹着你在中心了嘛 反正说到只是到你的一点 今天就这样 所以一天就 就睡了那么多 睡了以后 反正现在 但是我一以为 我说哎呀反正可能是生气嘛 一切都是贪欲在作怪 虽然都是些事业有成的老板 可他们还是贪图赌博中一夜暴富的快感 反而成了别人的猎物 不要提议什么想军圈那种 利益 利益 就不会把这些防御分子所利用 也不会耽失这么多 这么多 这么多钱 虽然是掉进了圈套 可这么多人受骗 还是让警方吃惊 犯罪嫌疑人就是利用了这些大老板好毒 有碍于自己的社会地位 愿赌服输 不好意思追究的这种心理 输了钱也不会起疑心 更不愿报案 因此才精心设计了这样的圈套 只要自己没有贪欲 不倡议赌博 自己就不会拜防御分子所利用 也就不会上当社评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的作弊手段并不高明 也没有利用什么高科技的技巧 仅仅是对暗号 偷牌换牌这样的小伎俩 就能骗到受害者几百万 这似乎很难相信 其实是受害人的愈赫难填 让他们选择了赌博 而历令致婚 又让他们自己掉进了这个圈套 本案惊失世人 克制贪欲 远离赌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